说点闲话,讲点故事,倒点常识 咱不想惊人,也不想吓人 各位听了,会心一笑,咱们相望于江湖 一鸣不惊人,欢迎收听 我是张鸣,一鸣不惊人 今天接着开讲,今天抢的题目是 公审大会 最近四川浪中开了一个公审公判大会 公审公判八名讨薪的农民工 把他们给判了 据说这么干,是为了震慑其他人 因为这种干法,好多人都这么干 好多人都有一种非常少的人来讨薪 如果你要不来点硬的,去震压他们一下的话 可能齿风会泛滥 但是问题是我们现在想到另一个问题 就是说,这个欠薪的是谁 这个欠薪的是谁呢 现在我们看到欠薪的往往是政府机关 是政府机关的工程,搞了工程 然后呢,就不给钱 那么人家,你想辛辛苦苦干了一年 完了拿不到工资 一家老小养,就没饭吃了 那么人家讨薪你又不给,正常讨薪跟理论你又不给 人家没办法才采取一种非常手段 比如说堵门啊,比如说什么要跳楼啊等等的 然后你还给人判了 那么,我们现在说呢 我们不管他怎么回事 就是他这个东西啊 这个浪中事我们现在不表 咱们就讲这个公审公判大会 就公审大会 为什么21世纪的还会有这样一种东西 这种东西它明显 它是有一种什么呢 有一种对人的人格的侮辱的性质 就他把人家开大会 用开大会的形式把这个 就把这种人的罪名啊 就给定下来了 然后呢,让人家亮 在台上亮相 那么尽管说这个照片传到网上 是人脸打了巴塞克 但实际上在当场 在当,就是现场上 实际上是人家被,等于被尤杰失重了 被亮相了 那么他等于就是这种侮辱 那么为什么这个时候 还有这样一种东西呢 这种东西,中国有没有呢 当然以前是常有的 我们古代的时候 死刑犯被秋决的时候 他始终,他就是要被 插上亡命牌 我大王,这个尤杰,尤杰失重的 肯定是这样的 就是他,他是死刑犯 就一定要被尤杰失重 一定要被当众羞辱 那么宗族里头 如果有犯罪的 比如说男女通奸了 就会把他们 比如说被别人抓到的话 就男女都给扒光了 尤杰失重 尤杰失重 就是说这种事 就是中国的惩罚 往往带有那种羞辱 就是说 我不仅要折磨你的身体 或者杀你的生命 就把取掉你的生命 同时呢 还要对你的灵魂 对你的精神进行羞辱 这是我们中国的一个 一个不太好的传统 我们知道这传统实际上是不合人道的 因为这个东西 它对 因为即使是罪犯 即使是已经定罪的罪犯 那么你也没有道理去羞辱 他的人格 羞辱他的精神 这个我们知道 这是不对的 这是不对的 但是这个古代的时候呢 这种事是常有的 这个真正的 其实古代这个事 还是说对人格羞辱啊 这种事 就是公审公判这样的大会啊 其实还少 因为他支持说 比如说死刑犯 才会这么干 还有就是说 宗主里头 有这样的事才会这么干 但是总共来 从全国来说 其实规模不是很大 规模最大的是 我们在文革时期 文革前有 公审公判大会 把人这个 把所谓的罪犯抓了 抓了之后呢 给人戴上那个大牌子 戴上大牌子 写上他名字 有时候还把他名字倒过来 打上叉 打上红叉 然后呢 在文革时候 戴上高帽子 游街 给推到车上去游街 游完街之后 在台上站着 有的时候甚至是 让你喷气室坐着 这样一种公审公判 那时候我们小时候 见的太多了 凡是所谓的反国病分子 不管其实你有没有罪 不管你的罪是根本就是不成立的 还是怎么样的 他都给你抓到台上去 公审公判 像给你一番很重的羞辱 有些人受不了羞辱的话 就是比如游街 游完街 四万重 然后就回家就自杀了 这样是很多很多的 我就亲眼所见 就是我们一个图画老师 就是这样 因为白天受到了羞辱 白天被游街了 然后晚上自己就自杀了 这样是很多的 那么所以说 这不是个好传统 这是一个非常恶劣的东西 那么就是说 实际上我们就觉得 这个事就算是人犯了罪 你也不能这么羞辱人家 更何况我们还回过 推头来看 这八个农民工 他是真的犯罪了吗 他就是手段上有一些问题 是不是也是一些很轻微的罪 这个罪完全是可以通过民事手段 通过罚款呢 通过拘留来得解决的 那么有必要这么干吗 那么我觉得真正的犯罪的是 那些拖欠工资的人 对吧 这个农民工都一般都是很可怜 都是最弱势的群体 他们没有办法 他们没有办法 他们没有人给提的撑腰 他们自己也没有组织 凡是给提的农民工说话的组织 现在都被查封了 那么他们如果被拖欠 干了一年工资拿不到 他们有什么办法呢 那总不能你说人家恶肚子回家吧 对不对 人家干了一年总得有工资 反正一家一家老小等着呢 这种时候 我们看到最可恶的是拖欠工资的人 那么这个拖欠工资的人 无论是他是实企老板 还是国企老板 还是政府机关 现在政府机关拖欠了非常多 那么他们实际上是最可恶的人 你们应该想办法 对他有罪的是他们 他们应该想办法解决这工资问题 你不能说你那么弄一工程 然后干了最后你说让人家干的人 干的人就是颗粒无收 你这个是很不像话的事情 那么所以实际上我们看到是 不是什么恶意讨心 其实恶意讨心的背后 实际上就是恶意的拖欠 恶意拖欠才是十个不赦 我们知道这个事情很怕 所以说如果你不 你不去处理那些恶意拖欠的人 反而把这些所谓的讨心的农民工抓来 公审公判 这个实际上修辱的不是法律的问题 修辱的法律是修辱的国家的脸面 那么这种事情 这种事情它本质上什么 本质上一种是中世纪的野蛮的 这种这个司法 或者说其实也不知道司法 是野蛮的 这样一种这个专制手段的延续 那么过去我们知道 在这个古代社会里头 实际上王朝时代实际上是没有什么 这里面是法律的 那么那种情况下就是说 它有很多很多野蛮的手段 很多很多为了震慑老百姓 为了让老百姓这个不去这个处犯他们 不去挑衅他们 还有很多很多的这种这种非常手段 包括这种公审 包括这种游街 都是他们这种手段 很多宗族为了维护他们的这种 这种过去的他们这样一种中法秩序 也采用这样一些非常野蛮的手段 宗族的手段 那么这个东西是不是好 我们已经早就有定论了 它确实是个不人道的东西 是中世纪的野蛮的黑暗的东西 那么这个黑暗在文革的时候 得到了不安光大 变成一个大爆发 我们已经开始批判这些东西了 我们已经批判过了 那为什么今天就浪中 浪中这个地方 这个还搞这样的名堂呢 他们的政府 他们的地方的法院 这个他们的法律良知去哪了呢 他们人类的良知去哪了呢 都哪就哪去了呢 敢干出这样的名堂来说 实际上在今天 在今天 它不只是侵犯人权的问题 它是侵略了 侵犯了人类的尊严 一鸣不惊人 今天就讲到这儿 希望大家下次接着听我讲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